大家好 今天本来想给大家分享 学位按摩方面的疏干理气方法 我的方法独特就是从山中学 这里怎么按配合动作才能疏干理气 可是由于太劳累了 下次再分享 今天我先分享丝瓜配脊物治疗肿瘤节节 我们人只要活着免不了有不顺心的事发生 有不顺心就身体容易产生节节 有节节我们看不到也不在意调理未病救 容易成肿瘤 下面先分享这个艳芳 一把丝瓜落 搭配脊物 就能赶走一身的节节囊肿 出乎意料有奇效 那么节节肿瘤的患者一定不要错过 很多朋友不知道 丝瓜落就是我们农村人常用来刷锅的 它能消散节节吗 很多人疑问 很多人都不相信 这个丝瓜落还是一味不可多得的 活血化瘤 通落散节的中药 生小孩没奶也能用丝瓜落下奶 丝瓜成熟以后 然后给它晒干 它的用途很广泛 但在调理气质血瘤引起的这种 甲状腺节节 乳腺肺肺节节的时候 经过巧妙的搭配 就会产生出人意料的奇效 便宜好用还管用 今天就把这个以丝瓜落为主的小方子 分享给大家 取丝瓜落陈皮柴壶造角树上次各6克 下枯草10克 干草6克 煮水带茶饮 此方梳干里气通落软间散节 有节节的朋友可以试试 谢谢观看